大家好,我是清潜 菜园里面的苏州青是特别耐寒的 而且采收的时间也是特别久的 我们江西这边大概在中秋节前后就可以来播种 一直陆续吃到三四月份左右 分享苏州青种植的优势主要就是因为它耐寒 就算冬天气温低于零下三四度 每天是打霜结冰的气候呢 它都不会被冻伤 而且气温越低口感越好 每年随着历春的到来呢 气温将近二十度的左右 它就会慢慢的长这个菜苔 菜苔也是可以采摘差不多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为苏州青它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 目前还没有抽苔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整颗砍掉 当然我们也可以让菜苔长长 长长之后直接掐掉 然后在底下呢留几片叶片 在它每个叶片的叶芽处呢 又会出出新的菜苔出来 可以反复的采收 出出新的种植呢也很简单 播种下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它就会发芽 气温在18到24度左右的气温区间呢 它的长势是最快的 因为现在开始到春天了 有些老叶子比较密的地方呢 它就开始黄叶了 我们可以采取像我这样子混播的方式 也可以等到它长到三四片叶子的时候 给它进行移栽 混播呢我们要及时的给它建苗 避免它的土长和营养不良 三月份左右的时候呢 还可以播种一批的苏州青 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呢 正好可以食用 苏州青的种植呢很简单 只需要输松透气肥沃的土壤 就很适合它的生长 苏州青的口感呢 比上海青的口感呢更好吃 在我们这边呢 很多的人喜欢种这种苏州青 好的 种植物 不能在这里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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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